英国剑桥大学替代金融中心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北京禁止加密货币挖矿活动两个月以后 美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比特币开采国 截至8月底 美国比特币算力占全球总算力的35.4% 排名第一 身后依次为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数据显示 今年5月 中国比特币开采算力占全球总算力的44% 但在中国政府禁止比特币开采后 7月份 中国的比特币开采算力全球占比已跌至0 2019年 中国的比特币开采算力一度占据全球的75% 法国广播公司称 数据显示 中国在今年5月底 严格打击境内比特币交易和挖矿 使得行业大幅受创 矿机纷纷结束运营或者转移至境外 有消息称 比特币在挖矿过程中 大量使用电力 卑制浪费能源 同时不受监管的加密货币 可能会威胁到金融安全 不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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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不停